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爱奇艺待播爆款剧 有新进爆红男艺人 也有绯闻恋情组合 前一段时间三大视频平台的热播剧接连推出了很多热门的影视剧 近日爱奇艺平台也给推出了接下来待播的爆款作品 这次上榜的作品 包括赵丽颖和欧豪合作主演的《野蛮生长》 王鹤蒂和陈玉琦合作主演的《浮屠猿》 张灵鹤和白鹿合作主演的《冥安如梦》等 这些作品都是从开拍之后就备受关注的 在路透曝光的时候 观众们就已经很期待他们的播出 而且这些主演的热度也都非常高 其中还包括新进的爆红男演员 还有之前因为绯闻恋情而引发争议的组合 赵丽颖这两年的转型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 之前主演的《幸福到万加热度》就非常高 虽然赵丽颖的身形比较娇小 但是她在拍戏的时候气场是非常强的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她陆续出演了很多大女主的作品 从这部剧的简介中能够了解到 这是中国首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作品 最终赵丽颖饰演的就是一位女企业家 她和欧豪的感情线属于是姐弟恋 这样的设定也很值得期待 王鹤帝和陈玉琪合作主演的《浮屠猿》也晒出了预告片 王鹤帝接下来的作品都会备受关注 通过《苍蓝诀》播出之后 王鹤帝成功走红 如今她的热度和话题讨论都是不容小觑的 接下来带播的这部剧 同样也是一部古装题材的作品 而且从预告中能够感受到 整体的制作还是比较用心的 剧中王鹤帝的装造也很特别 片方应该也会认真考虑这部剧的播出时间 因为如今85花女演员集体禁组拍摄古装剧 接下来一定会迎来古装剧的高潮阶段 所以选择恰当的播出时间 对作品的热度也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来看网传王鹤帝的代播剧也有很多 而且合作的也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女艺人 接下来王鹤帝在选剧的问题上一定会更加用心 更加专业 一直以来陈玉琦都被大家称为是自带防暴体制的女演员 出道多年她也陆续拍摄了很多作品 而且有很多作为女一号的作品 这一次陈玉琦合作王鹤帝 不知道她能否被月尊大人一路带着飞升 在爱奇艺接下来众多代表剧中 明安如梦也是观众们很期待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由网友爆料白鹿和张灵鹤因细节情 随后网友们又陆续翻出了更多二人互动的细节 只不过消息传出之后两人都没有做出回应 前一段时间白鹿为明安如梦配音 估计大家很快就能够见到这部剧了 现如今很多艺人都会选择冷处理恋情 这大概也是控制舆论最快的方式 但其实网友们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要理智 因为二人合作了新作品 适当的互动也是正常的 毕竟之后还要为新剧进行宣传 只不过两人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恋情或许会影响他们的热度 总之大家还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等待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